在今天比赛中遇到的美国队目前排名是世界第六 美国队这次是由郎平领前率队 可以说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以前中国国家队的主教头 目前在美国率领这支美国队 在整体的世界比赛中已经是出现了感觉换面的一面 给人一种非常亮度的感觉 这次美国队虽然是郎平自己在赛前也表示 主二船临时是因故不能够参加比赛 令实力上出现了一些损耗 但是美国队还是有一定实力在小组赛中退而出的 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形成了一场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较量 美国队在今年比赛中遇到了对方的强力的阻截 好的 这次美国队刚才在二位的一次双方篮榜得手 同时和队友的一次非常精准的篮榜 将图是死死地拦在了对方的界内 这是双方第三队的较量 前两队双方是战成了1比1平 美的卡夫和队友也是在互相的鼓励 赛前这场比赛就被郎平映成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比赛 因为哈萨克斯坦的队员可以说是实力的非常的强劲 而且队员的身材非常的高大 双方在今年的比赛中啊 美国队刚才是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哈萨克斯坦又做出了顽强的抵抗 现在哈萨克斯坦反而是拿到了局点 好的 这次是在比赛中 有一次进体快队比赛 将比赛是翻成了2比2 双方要进行最后决胜局的较量 赛前谁都没有想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会给世界排名第6的美国队造成如此的困难 美国队刚才是在王国打进体快球 但这个球呢没有后排队员的跟进做掩护 对比赛拿了回来 再没有做保费的情况下贝迪雍把球是拿了回来 现在我们看到王国上又是3号琼斯的一次快球得手 15比14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赛点 美国队快速攻击特去发球 对方的一次进攻结果是球是出界了 这样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中最终是以16比14 非常艰难的在决胜局中战胜了对手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组的比赛 在第一组的比赛中 毕鲁队迎战非洲的一支敬礼 埃及队 毕鲁队刚才是一次进攻被对方挽起 埃及队队员防守非常的顽强 2号为了攻进攻被对方 就是起球之后呢 结果是利用后排的进攻得手 毕鲁队在连下两成以后 现在是又拿到了赛点24比12 对 对